那么昨天呢是资讯月第二天 刚好又碰到周休假期 当然人潮是挤爆了 各家厂商呢也发动战术 要向消费者来做促销 有一辙的抽假活动 也有议员的竞标 而业者预估他们今年的业绩 应该可以比去年好两成左右 资讯月第二天人潮爆满 展场内极的寸步难行 除了热门的平板电脑 3D成为趋势 3D电脑3D荧幕搭配3D眼镜 连摄影机也要3D 样样都敢搭3D热潮 而今年笔电和数位相机卖得最好 小笔电退烧强调轻量化 要轻要薄 但是荧幕不能小 为了拼买器 厂商找来Showgirl吸引人潮 发动人海战术拼命发传单 抓住消费者强力推销 还举办抽奖活动 让幸运的民众 以一折的优惠价把电脑带回家 热闹的舞台活动和表演超吸精英 主持人不断丢奖品 原价12,900的笔电 一元竞标 还有旧机换新机的活动 最多可以折抵一万元 业者预估今年销售业绩 会比去年成长二到三成 买器旺得不得了